当我们刚刚上台 你要让工业跟你一起配合 不容易 我们在希望年门 自同道合 但是有时候跟工业务员 他们是各自为政的 你们也面对过啦 你们去一些政府部门 有一些官员部合作 还跟你讲啊 谁叫你支持希望年门政府啊 有没有 有没有 有啊 你们去一些政府部门 有一些官员部合作 还跟你讲啊 谁叫你支持希望年门政府啊 有没有 有没有 有啊 各位小弟那天秀讲 我们要承认这一点 可是这个需要时间跑到冲划 这个问题 在兵州我们面对问题也是一样 当然你可能没有这样严重 工业在兵州是超过一万多个 我们在前面是一百六万哦 不是这样容易 这样简单 需要时间去淡化 去解决 去确保他们有 从各自为政 成变成自同道合 跟我们能够符合 顺从 去选择 去选择 我们需要找方法 大选洛言 好不好 为什么 干嘛要给他机会 给反对党机会 给他61年机会 过了啦 给他机会继续做反对党 好不好 你知道现在他们走去端啊 你知道反对党现在走去端啊 还讲什么 哇 要被各非回家 非马来的 张家俄产品啊 有没有 还有讲什么 关闭华小弹小 最近因为小弟拨款钱给华小的都中 还要诉政府 说华小是违反宪法 不应该被成立 所以小弟出钱给他是不对的 要冲上网 可是因为不能够冲上网 小弟是部长 部长有决定全力拨款钱的 所以就冲上来 上 学校 华小跟独中 把他们 成为过桥的攻击来针对林冠亭 但是 有一些华人讲说如果是中选成为大议员 我们比较难沟通呢 语言语问方面有问题 我说放心啦 在沟通方面我有一个 建议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会交代 在刘正东 我们的上议员 我们的副国防部长 来协助 来负责我们的华英选民 如果他中选 他来帮忙 有什么需要的 他直接联络 林冠英 财政部长 好不好 那 大家 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